Hello, 大家好, 朱春濤 今天澳門街的東西零尺貴 就算你在黑沙灣吃個碟頭飯 分分鐘都要四五十元 今天帶大家去新口岸 吃便宜, 還要在賭場裡面 一個飯都是十四個八 你沒聽錯, 真的是十四個八 地點就在海旋門酒店 賭場裡面的風竹麵 由於在賭場裡面 所以要21歲才可以進去吃 附近的街坊可能都知道 不過香港的朋友未必知道 不知道現在帶你看看有什麼吃 一進去餐廳 都不少人在吃東西 十四個八 包一個飯和一罐汽水 每天的菜式都不同 星期一叉燒飯 星期二鴨仔飯 星期三香菇肉絲飯 星期四金銀蛋瘦肉粥 星期五魚香茄子飯 星期六咖喱魚蛋奶粉 星期日澳門豬扒包 每天都不同 香港和內地的朋友 如果來新口岸這邊玩 肚餓便可以進去吃東西 有些朋友去賭場 順便玩兩手 肚餓賭場裡面都有個休閒小食區 我之前進去都見過 如果會員有職分便可以免費享用 小食以點心為主 蝦餃、燒賣、糯米、雞 圓圓不斷推出 不過我們本地人 如果不入賭場 喜歡多吃自助餐 在四樓咖啡廳的海旋門自助餐 我以前拍過一條長片介紹過 到現在的價格好像沒什麼變 星期一至五大人368 星期六日398 但有折頭的買三送一 四個人去吃借給三個人的錢 如果一算是276元一位 如果不夠四個人 三個人或以下都會給你一個九折 如果是六十歲或以上的長者 還有七折 如果四人同行 其中一個生日額外免費 還有禮物 優惠七除八扣 即是二百多元一位 性價比算是多高 香港的朋友就知道 如果喜歡吃雞的朋友 就開心了 四樓海旋軒正在做泡沫 一隻玫瑰醬油雞 原價是118元 現在是48元加1 五市限量供應 海旋門本身經營衛生場 加賭場競爭激烈 多過米泡 但他近月殺數 每次都過億 不過賭場裡 大家如果進去都知道 只有四十多張賭桌 還有駐馬最低到三百元 大駐點頂多一兩千 大家都殺到成億 證明人流都幾旺 可能跟他們的菲博彩元素 做得不錯有關 娛樂場客人還可以免費泊車 同區之中 他們的房子算是便宜 限日計一千元左右 應該是比永利 昇濟那邊便宜 當然不是你們看到這些複式套房 這些複式套房分兩層 一層廳一層房 如果一家大小過來玩 或者幾個朋友一起來澳門 住這些便適合 當然這些客房又大又豪華 就不是一千元那些 不過如果三五之幾過來玩 又下賭場 如果駐馬夠的 肯定送給你住也行 澳門的賭場也是這樣 不過無論是本地人 或者是遊客也好 走過路過 試一下他們的十四個百套餐都不錯 好,這集聽聲 現在只想支持我 記得訂閱Online和SR出去 我們下集見